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道犬线都立于万丈悬崖中间的栈道 因位于鬼谷洞上侧的峭壁而得名 勇敢的小朋友们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站在栈道上俯瞰秦山 就能体会到唐代诗人李白所写的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凡一片日边来的感觉 庄稼界非常的大 景区也比较分散 体验了天门山的险和旗 我们再去瞧瞧风景秀丽的庄稼界国家森林公园 这儿有许多木吉姆斯之前没有见过的花草树木 像稀有的白豆山呀 小朋友们学唐诗里提到的红豆深南国的南方红豆山 以及初夏时节可以开出粉红色花的伯乐树的 伯乐树喜欢潮湿的地方 它常常长在小溪边 果然 木吉姆斯在不远处就找到了一条清澈的溪流 它就是金边溪 小朋友们知道金边溪的名字是如何而来的吗 金边溪因为著名的金边岩而得名 金边岩呢是一座雄起挺拔的棋芬 上溪下粗四轮分明 就像一根粗壮的长边一样 每当夕阳照射它的时候 边身就像镀上了一层金子一样 一一生灰 构成了一幅精美的夕阳金边图 张家界除了齐芬剧里外 还有许多溶洞 黄龙洞是其中最典型的 它在2005年 曾被评选为中国最美的旅游溶洞 黄龙洞里面十分凉快 走到洞口就能感受到 洗洗凉分向我们袭来 使得在历日下逛了这么久的木吉姆斯 凉爽了许多 小朋友们知道黄龙洞内的暗河里 还生活着大泥吗 它就是我们常说的娃娃语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继续往里走 大家就能看到洞内形态各异的钟乳石 它们有的像巍峨的雪松 有的又构成了一条巨大的龙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关于庄稼界 今天就简单地介绍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在默吉姆斯漫游中国艺术中寻找 小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